接下来这段的表演可以说是在民族的乐曲之上改编之后的一个完美的组合 那么是大提琴和古针合奏的嘎搭梅林 由徐波和傅旭芳来表演 嘎搭梅林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蒙古族的民歌 嘎搭在蒙古语里表现的是最小 妖最小的意思 而梅林是一种官职 嘎搭梅林是蒙古族的一个英雄 传说中他为了蒙古的牧民的利益 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那么在这段的演奏中是由徐波老师用大提琴 来模仿蒙古族的马头琴的琴声 可以说是幽远深长 而古针突出的一种灵感的突现 表现了草原上的金格铁马战争和柔情的场面 两位艺术家的徐波是武汉乐学毕业的 他曾经任湖南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演奏家 而且在美国获得了他的大提琴的硕士学位 而他也担任了音乐的指挥和演唱 可以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而傅续芳祖籍是浙江义乌 但他出生在台湾 曾经获得在台湾的古针大赛的金奖第一名 而且经常在舞台上活跃在各地的舞台 也进行过多场他个人的古针音乐会 这两位的艺术家可以说是株莲碧合 接下来大家一起静静的欣赏这一曲 由大提琴和古针合奏的《嘎嘎梅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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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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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